我们注意到美国CAP公司近日是宣布将停止和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公司的合作 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价 另外中国政府是否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支持中国企业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根据我们的了解 美国的内政部在经过15个月的评估以后 于今年的7月2日发布了相关的报告 认为大疆公司提供的相关解决方案 能够有效化解无人机数据管理的相关风险 美方的公司相关的指责毫无依据 美国国内一些人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 捕风捉影 凭空抹黑 借口安全风险 打压中国企业 但最终损害的将是他们自身的利益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的企业合法 合规的经营 既要遵守国际规则 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与外国公司开展正常的商业往来 麻烦 中国企业 结合